华联县生命线协会成立45周年 以世代相传舞动生命为主题 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除了加入艺术疗愈的课程 今年还举办了感恩募款餐会 以及艺术作品意卖活动 理事长江耀诚表示 生命线的志工伙伴是许多民众的精神支持 也希望各界继续给予支持 让生命线协会能够发挥更大的助人功效 在花莲县生命线协会 已经服务45年的资深志工胡玉恩表示 担任生命线志工不只是关怀别人 更让自己学习成长也更珍惜生命 付出的过程中 有深深体会到 其实我们看起来是在帮助别人 其实是在成就自己 也是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历练 碰到事情 像在生命线 我们一生不可能都没有碰到问题 也不可能没有挫折 我们唯一最重要是要调整心态 去面对它 去处理它 然后也不要觉得 我碰到挫折了就不得了了 就人生就完了 其实也许是老天给我们一个磨练的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在学习 在成长 所以我们要去想 问题到底是什么 有哪些解决的办法 哪一个办法最好 最糟的状况是什么 学习去接受 去面对 然后也去做一个最好的心理准备 这个其实这个过程中 才是让自己得到最多的一个学习 所以我很谢谢生命线 给我这个成长的机会 花联县生命线协会今年庆祝45周年 理事长江约成表示 除了加入艺术疗愈课程 今年还举办了感恩募款餐会 以及艺术作品一卖 我们有163位志工 我们24小时365天 午休的来为大家服务 接线 解决到很多人身心挫折当中 生活在困论当中 感情在受伤害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帮助了很多人 那我们也希望社会大众 在45周年的时候 让花联县生命线 能够走得更远更长 支持我们 等等的艺术家 他把自己的作品捐出来 希望能够帮忙生命线 然后借由生命线来帮忙 其他需要帮忙的人 很感谢这些老师 所有有李洪彬老师的富贵鱼盘 廖清云老师的两幅油画 还有郑老师的两个非常棒的目标 等等 我们希望在这次餐会当中的时候 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那希望喜欢艺术的好心的企业家 或好朋友们能够来点藏 把这个经费捐给花联县生命学会 继续来服务大家 那另外我们这个义卖这个餐卷呢 我们很多的有爱心的 我们的志工好朋友 他们认购很多 然后我们这次还邀请了 散幕啊 长光玉幼院啊 碧师大啊 这些院童 来我们共同分享我们45周年的一个快乐 8月27号的感恩募款餐会 还将招待社福机构的院生一起共享 还有多位艺术家提供的精彩作品赞助意卖 为生命线筹募金贝 历史长江月纯期盼各界能够支持 让生命线继续守护更多的民众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